我們檢認視察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業發展師的旅科長 財政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的邱總經理 行政院人事總 行政處 總處的主編人力處的專門委員 林專門委員 交通部油電師的檢認記證 蔡檢認記證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行提案說明 我們先請鄭天才委員提案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 野民會的各位同仁 有關今天的法律的提案 最主要是在去年 為了使延民臺納入數位無線電視頻道 提升收視的觸達力 本宴在104年6月16號 三讀通過財政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 第四條的修正條文 這個修正條文在去年的7月1號也公布了施行 這其中第三項特別規定 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 播送原住民族電視臺之節目及廣告 不受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但是當初在修正的時候 沒有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 是同樣跟這個廣播電視法 這個規定是一樣的內容 所以今天特別在做一個修正 把這個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 也不要受到限制 讓原住民族電視臺 也就是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能夠委託公共電視 來播送相關的節目跟廣告 以上 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寅委員提案說明 陳寅委員 陳寅委員不在 我們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中副主委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委員會特別安排審查 財団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原委會設置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對於委員重視原住民族傳播媒體基本權益 及原住民公共參與權益提案修正 本會深感敬佩 僅就大院委員所提修正條文草案內容 提出本會的意見 敬請指教 提案修正內容的部分 一 政委員 天才等持辦人以及台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 為了提供多元收視方式 擴大原民臺收視群眾 大院委員提案修正原文會設置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明定原文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播送原住民族電視台 以下簡稱原民臺之節目及廣播 不受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二 陳雲委員等18人擬去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修正草案 為了確保原住民族及公民之公共參與權益 大院委員提案修正原文會設置條例第九條條文 正列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應經公開甄選程序後 提交立法院組成之審查委員會以公開程序全程聯繫錄音錄影的方式進行審查 以具體落實程序透明以及自信公開之參與民族 並符合公共服務傳播媒體之社會責任 另一位明確董事選任之代表性並連結原文會之業務執掌 著修同條第四項及第六項部分文字 本會的建議處理意見 一 設置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部分 一 原民臺設立宗旨系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為內涵 發揚各族群的文化價值 傳承各族群的文化精神 然現行原民臺除原鄉地區透過衛星訊號收視外 一般民眾需透過有線電視 中華電信MOD等方式付費收視 民眾收視原民臺管道受到限制 為了達到原民臺設立的目的並納入數位無線電視頻道 提升收視觸達率 本會原參佐95年公布施行之無線電視 電視業公股處理條例的規定 徵修原文會設置條例第四條第三項 原文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 播送原民臺之節目及廣播廣告 不受廣電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並於104年7月1日公布施行 使原文會得以上開規定 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播送原民臺節目及廣告 原文會業於104年12月 依上開條例規定 委託公司基金會播送原民臺節目及廣告 預計105年7月1日試播8月1日正式開播 為原文會設置條例第四條第三項 僅民文排除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為序民排除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一條規定之限制 自原文會委託公司基金會播送原民臺節目及廣告事宜 尚未確定 三 我國已於101年7月1日進入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 民眾收視節目數量以及品質均有顯著的提升 為原民臺三位納入數位無線電視頻道 民眾收視權益遭到漠視 為了保障原民臺收視互之權益 提供多元收視方式 擴大原民臺收視群眾 有效推廣各族群文化並傳承族群文化價值 建議本案副委推動 二 設置條例第九條修正朝案部分 本次修正原文會設置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 是會確保原住民族及公民之公共參與權益 具體落實程序透明及資訊公開 以符合公共服務傳播媒體之社會責任 令考量董事選任之代表性 著修第九條第四項及第六項部分的文字 可明確連結原文會之業務執長 並均確與原住民族代表之董事及監察人比例 建議本案副委推動 結與以上僅就前述兩項修正朝案提供說明 敬請各位委員會以及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 那請問各位其他的機關有沒有補充說明 那如果沒有補充說明 我們整個說明完畢 我們就開始尋答 那我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大概有幾位原住民的委員 很希望今天能夠其實也是比較沒有爭議的案子 希望能夠今天能夠通過 讓他們在七月一號能夠順利的這個開張 所以因為今天早上我們有這個法案的審查 下午有一個屏東的考察 所以我們能不能徵求 我能不能徵求委員的意見 就是今天的打醒的時間 我們盡量簡短 讓這個案子能夠在早上能夠結束好不好 那我們尋到時間 我們原則上每一位委員五分鐘不加二好不好 那我們就結束這樣子 那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的委員 莊瑞雄委員發言 然後我們第一位登記完了 我們就截止登記 莊瑞雄委員 莊瑞雄委員 那莊瑞雄委員不在 那第二位委員登記發言之後 我們就截止登記 好謝謝 那我們請李靜益委員 謝謝莊瑞雄委員 我本來想三分鐘被小說我太霸氣 好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原明會的中副主委 還有原文會的董事長 來請兩位 你好 委員長 早 兩位好 我想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有關設置條例的這個 這兩個條文 其實我們爭議不大 原則上是這樣 包括原文會 包括原文會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對不對 好 那基本上我們也都支持 我先表達一下態度 來我們看 第一頁 其實原住民的語言文化 這個大家都積極保障 包括憲法裡面也有規定 對不對 我先請教兩位 什麼叫做媒體 禁用權 什麼叫做媒體禁用權 副主委知道嗎 就文醫的解釋應該是說 隨時都可以看到 接觸到 然後不會有什麼障礙 周董事長 所謂媒體禁用權 我的了解是 就是讓一般的大眾 可以很輕易 或者很 他需要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接觸到媒體嘛 我可以使用看到這樣的頻道嘛 沒有錯吧 好來 下一頁 所以其實依照大法官 我們是自於364號的解釋 其實就是 一般民眾得以一定的條件 要求傳播媒體 提供版面或時間 允許他可以表達 表達他的意見嘛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使用到這些媒體 這是這個基本規定嘛 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媒體禁用權在原民 特別是原民台 有關的部分 該誰負責 來 那個副主委 聽懂我題目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說 媒體禁用權在原民台的部分 是應該哪一個單位在負責 報委員這個部分 臨時 應該是在原民台 在整個的 呃 NCC 不曉得 這個副主委這個要加油啊 這個已經很久了 來 下一頁 原住民基本法第十二條裡面 都規定的很清楚嘛 政府應該保障原住民族 傳播及媒體的禁用權 然後下面注意哦 成立財團法人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 就是周董事長你們的原文會嘛 對不對 然後規劃辦理原住民專屬 以及使用的語文傳播機構 沒有錯吧 所以真正要處理的 包括你們的權利跟你們的義務 都應該是原文會 沒有錯吧 好原文會 好來 那原文會現在我們要幾件事情 傳播基本法裡面也規定這樣啊 第五條規定 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沒有錯 來 再來 那有限電視法也是這樣規定 有限電視法第三條也這樣規定 來 再下一頁 那蔡英文準總統 他也規定得非常清楚 要建立原住民的教育體制 維護教育文化跟媒體權 這個是最重要的目標 媒體權的部分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 來 下一頁 那原民臺 你們也非常清楚 你們的歷程是這樣 2004、2005、2007 然後到2014 我請教周董事長 我請教周董事長 那個副主委可以先回座好了 謝謝 周董事長我請教你的是 過去你們曾經在公廣集團對不對 那現在分出來對不對 那但是今天修正的第四條 其實你們是分出來以後 你們要自主 但是你仍然希望運用公視頻道 沒有錯吧 是 我們希望能夠在 因為我們跟公視已經簽約 希望能夠在公視的數位頻道上面 播出我們的節目跟廣告 對 不是數位頻道的廣告而已啦 其實概念是什麼 概念是 公視所有的頻道是國家公有的嘛 所以他必須提供這個頻道出來嘛 沒有錯吧 不只是公視啦 只要是無線電視 無線的頻道要嘛對不對 所以這裡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圓民臺可不可以使用公視頻道 第二個就是 未來的數位化 所謂的圓民臺 閉載 閉載頻道這個你們到底做了多少努力 今天是這兩個問題嘛 沒有錯吧 好來 下一頁 這個我記得我在去年問過你 我說有關未來圓民臺作為閉載頻道 這個你也同意嘛 你也同意嘛 那我請教圓文慧 你們在這一年裡面 你們做了多少努力 讓圓民臺會變成未來的閉載頻道 你們努力在哪裡 讓我們知道一下 我們跟NCC還有公視 還有文化部這邊開了幾次的 這個協調會 做談會 我們都表達了立場 我們希望能夠 不是 我想了解的是 你們做了哪些動作 有哪些訴求 爭取什麼 而不是告訴我說 我們有開過會啊 是是是 來 哪些 對 我們跟幾位委員有 有有討論過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 進入這個閉載的頻道 讓更多的這個 民眾能夠接觸到原住民電視台 其實從剛剛我告訴你 那麼多法規 最重要的目的是兩件事情嘛 第一個 你們現階段 還沒有完全數位化之前 你們希望使用公 公視的頻道 那第二個就是 未來數位化以後 你希望圓民臺是閉載嘛 那所以你們該努力的 權力義務都是你們 你們該努力的就是 如何去爭取這些事情 重點在這裡 那我今天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我還沒有看到你們的努力 到底在哪裡 我先告訴你我的立場 我立場我同意 今天兩條的修法 我都同意 但是問題是 你們該做的 你們還沒有做到 中總 中市長 你知不知道你的任期到什麼時候 已經搞了 你知道嗎 我們任期 我知道了 我馬上完了 你的時間到了 謝謝 所以 我現在要要求的是 圓民臺未來的工作重點是 你們要怎麼讓你們的頻道 可以列為數位化的避載頻道 你必須告訴人家 特色在哪裡 特質在哪裡 這個要處理嘛 這才是你們真正的工作嘛 好 主席再推了 謝謝 謝謝委員 來 接下來我們請 三文字都沒搞啊 我三文字都沒搞啊 好 來 賴瑞隆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副主委跟周董事長 我看你們兩位就站著吧 好 好 兩位早 早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圓民電視台的部分 在哪邊可以收看得到 16台 16台可以啦 有限16台 有限16台 那 那之前 這個委員們關心到的那個 在一些觀光飯店等等 那個問題後來有解決了嗎 一個月前的時候 那時候看古拉斯委員 還有幾個委員 高金委員都在關心這個 這個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是不是請執行長來回答 好 來 誰可以說明都可以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 之前 委員有提到說 在圓山飯店收不到原住民族電視台 但是因為根據廣電法33條 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有限 是必載的 所以呢 其實 是有限系統業者 沒有在這個圓山飯店裡面 就是讓 他們所有的這個觀光客看到圓民台 那圓山飯店有來一個文給我們基金會 對 就希望我們可以去提供衛星接收設備 但是因為我們的設置條例 還有我們自己的內規 其實我們不主動提供設備給業者 這個難道不能夠跟相關的溝通嗎 就是 就是我們有請 我們有請 對我們有請這個 業者他們可以行文到他們的有限電視 我意思說 所以說這個理由其實是不存在的嘛 其實就是我們 只要圓山飯店或者是相關的飯店 他真的有誠意也願意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做得到的 對 不需要還要什麼有你什麼提供 是吧 對對對 是圓山飯店必須要去跟他們 那可不可以請副主委 請那個 整個董事長這邊還有幫他執行長這邊 再努力好不好 這不應該只是交換部努力 我認為 身為 圓民台的這個部分 更換你們推動的工作 這就本來就是一樣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在整個禁用權的部分 不管是既然來到了台灣 有很多人其實對這塊可能是有興趣的 他對原住民的文化是有興趣 可是他到那邊 他完全收看不到類似像這樣的節目 我覺得這塊應該 在圓民會這邊 或者是在基金會這邊 應該更強勢更積極的去做協調溝通 剛剛聽到那個理由其實不成理由 因為那個 本來就做得到的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個推脫之詞 可以嗎 這個可以 可以 謝謝委員 我們會努力 多久時間可以去溝通 一個月內可以去溝通完成嗎 好 我們努力一個月內 我問一下這個月期間你們有 有做了比較積極的溝通嗎 如果這樣就打回來的話 我覺得顯然 態度上是不夠積極的 有我們也有發文給原山飯店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 發文其實不足 我倒覺得是可以去拜訪相關的 包括原山飯店的 甚至於包括相關的一些飯店的業者 他們都有相關的一些工會相關等等 其實我覺得更積極去溝通 但他們是不是支持這個可以那個 但是至少 原民會跟整個基金會這邊 應該要展現出更積極的態度 我覺得至少這樣才有機會去處理 因為原民台其實他節目豐富 那個內容很豐富 應該很多人會很 是啊 我早上還特別再看了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就是說 所以我是說希望你們更積極一點 好嗎 一個月內有一些積極的動作來處理好嗎 好 謝謝 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原來的原住民電視台的那個台長辭職的時候 他有提到他有提了三個聲明 一個是傳播是基本人權不應打折扣 媒體有獨立性 不應該要保障原民台的一個運作獨立性 那另外他們認為需要原事法 這三點的部分那個副主委你支持嗎 副主委你的看法呢 當然支持 支持那做了多少 這三點目前有哪些達成的 有沒有 傳播是基本人權 來我來回答 我想是不是答應 來 謝謝委員 基本上這三點我們都支持 也同時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 對於獨立運作 我們有一個這個自播的準則 還有這個新聞跟節目的這個自主 跟自律公約的簽訂 確保我們這個獨立性 那對於這個 跟公共電視的合作 我們這個還有這個原事法的訂定 我們已經 完成了這個原住民電視法的修這個制定 前台長 遲掉已經快 將近快一年了 半年都快一年了 這段時間 我當然知道你們是支持 但支持以外 應該要有更有積極的動作 不然 我想不會有一個台長 用這麼大的動作去告訴 所有人說 基本上他 他 他辭掉 他認為這三點是做的不夠的 大家 也許你們都認為該做啦 但是事實上 該做跟最後是不是做到 還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這個台長 前台長才會 辭掉嘛 這一份嘛 所以他發表了這三點的聲明嘛 可不可以有更積極的一些作為 我們會把這個當作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裡面其中有 獨立性的部分 獨立性的部分是提到是說 這個 不應該受到干預啦 我看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裡面 其實 他的事項非常的多啦 我希望這一塊未來應該 他管的事項非常多 他應該要授予這個 電視台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那再來是 時間實在很短 再來是 有關於那個 整個的一些 處理 包括原事法的部分 原住民族電視法 這塊 國外很多都有啦 不知道 主委 副主委 或者是台長 或者是那個董事長你們的看法呢 我們已經完成電視法的朝案的制定 已經朝案制定了 現在 已經送到行政院了 已經送到行政院了 原民會 送到原民會 那 副主委呢 支持嗎 當然支持 什麼時候可以送進來 我們想說還要再開幾次協調會 好 盡快啦 我希望 在整個相關的 讓更多的原住民的一些 他們的文化 甚至 而且也不一定 只限於 太 我還希望他能夠更活潑的方式 讓更多人去 理解台灣的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非常豐富的啦 這塊再請各位多努力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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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委員 我們有請周承秀霞 周承秀霞 周承秀霞委員不在 我們請洪忠裔委員 洪忠裔 好 主席 好 主席 那那個副主委跟處長 是 洪忠裔 那個副主委我請問一下 那個在我們彰化縣方苑鄉 有一個叫做新寶國小 你聽過嗎 新寶國小 方苑鄉的新寶國小 呃 沒聽過嗎 沒有 沒有喔 那個那我請一下那個 教育文化處的處長 這間學你沒聽過嗎 我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是 這個喔 這個新寶國小 他最多的時候 曾經有70個原住民 的小朋友在這邊就讀 是 那現在剩下7個小朋友 那你有聽過那個 彰化縣方苑鄉的 安家新村嗎 方苑鄉的安家新村 我說我們在那個 彰化有一個原住民的集體住 我不曉得委屈的是那個新村嗎 對啊 就是叫做安家新村嘛 當初喔 就是由我們原住民綜合開發基金 信用保證的業務 在那邊蓋房子嘛 是 那你知道那時候蓋多少戶嗎 很抱歉因為那不是我的業務 我不太清楚 那那個副主委 誰可以回答 我只有5分鐘耶 現在剩下3分多鐘 因為那個不是我督導 所以 不過我們知道那個案子是 大概10年前的案子 10年前的案子 但是他在那個103年的時候就被監察院糾正了啊 對也進入 怎麼你們都還不了解 也都進入訴訟階段了 然後103年被監察院糾正之後 他裡面糾正的是寫說 那個綜合開發基金 在審查的時候 流以形勢 缺乏專業能力啊 然後當初 我們內政委員會 包括陳其邁委員 李君利委員 跟雅恩智委員 他們就有請我們 那個原民會 提出專案報告 這個事情你們不知道 你們那時候都還沒就職嗎 那時候主委來了啊 那時候那個新的主委 剛好剛剛就職而已啊 是 跟委員爸爸抱歉 因為沒有在督導 所以就這個案子的內情不是那麼了解 那裡面誰可以回答 怎麼都沒有人 今天來的都不了解你們裡面的業務 因為是公共建設處 是 公共建設處 對對是 這個案子大概在10年前啊 那其實那個媒體也有登過啦 當初就是我們那個 原民會希望說我們原住民 可以到我們沿海這邊來居住嘛 這是屬於原住民的一個居住正義嘛 我想 原委會的本意 我也認同嘛 但是 當初 包括說 有建商 有銀行 甚至我們原委會這邊 怎麼樣的運作方式 造成 我們現在地方上 當初蓋的是 240一戶 然後原住民的朋友 有在這邊住的 最多的時候 是160戶 現在知道剩下幾戶嗎 剩下13戶而已啦 241戶 最多的時候 大到160戶 現在村 13戶而已啦 所以整個社區 根本就已經沒有原住民的朋友 住在這邊了啦 啊我想了解說 那 在104年監察院已經跟你們提出糾正了 那這 這兩年內 你們有什麼樣的作為 你們有 現場有沒有人去過那個新保國小 或是去過那個安家新村的 舉手一下 我們原住民委會的這一些長官 有人去過那個地方有沒有 包括因為不同處 所以他們都沒有去 我跟你講我們政天財委員很關心 他去過好幾次啦 真的啦 比你們還關心我們原住民 住在我們彰化縣沿海的這一些權益啦 那我想已經經過兩年了 甚至媒體也有報導啦 當初一戶大概要賣200萬 賣給原住民200萬 後來原住民沒有能力繳貸款 後來就被法拍嘛 被銀行法拍嘛 銀行法拍一間大概八十幾萬而已 這個報紙寫的啊 本席認為說 既然你們有這樣子要照顧原住民的政策 包括說在他們居住上的政策 包括說他們在教育上的政策 我想我們彰化縣放映箱的新保國小 他們確實有得到我們原委會這邊 很多的這個補助 國小的部分喔 本席去過國小好幾次啦 他裡面也有保留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在裡面 可是已經被糾正兩年了 我發現我們中央原住民委會好像都沒有去啊 本席今年才去參加他們的校慶活動啊 也是去看了一下 結果問一下 原住民小朋友從60位 極速降到剩下7位啦 那你們也沒有檢討出原因啊 是不是可以在最近 提一個書面報告給本席看一下 好不好 你們徹底去了解 那未來要怎麼樣去照顧原住民的權利 在我們沿海偏遠的地區 怎麼去照顧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的責任 好不好 好 好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對杜妍的一個照顧 謝謝 好 我剛那個我們李委員在這邊質詢你們的時候 問你們這件事情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你們這太客氣了 董事長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執行長 老外國心理很清楚嘛 對嗎 所以呢在這邊 本席還是得要聽你們說說話 其實呢 事實上呢我們針對今天這個事情 原住民電視台 一直到現在開播幾年了 請問董事長 今年賣入第11年 11年 好 11年燒了多少錢 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請執行長來說 法定預算的話是4億3千萬 4億3千8百萬一年嘛 總共是40幾億 加上這個衛星上鏈 一年大概9千萬左右 所以上鏈費大概也9千 10 所以從開播到現在 我們已經花掉了13億 對嗎 這13億裡面原住民的電視台 還沒有一個家 公共電視跟原民台 到底是不是屬於公家的 公益的頻道 是不是董事長請說 當然是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做事情會有一體兩面呢 同樣都是 所謂的政府的一個頻道 公益的頻道 公共電視就一個家 原民台就沒有家 然後每年要耗費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13億 到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家 還是孤兒 本席在這邊要譴責NCC 我們今天是不是有NCC代表 請上台謝謝 文化部有沒有派代表 科長 好 本席為了原住民 今天有兩 人民台有兩件事情 就是8月1號要正式的 在公共電視開播 還有一個是Channel36的頻道 不光是本席 鄭天才委員 整多名委員 我們在交通部委員會裡面 質詢了多少次 NCC不給就是不給 到了最近的16號 本席還在當公司開了一個協調會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NCC主委說 法 違法 請文化部告訴我們是可以的 很不好意思 本席就親自打電話給文化部部長 文化部部長說他支持啊 他支持啊 他支持啊 支持就是如果我們原民台 斷訓了之後 由公共電視來承攬嘛 可是NCC還是不給 在這裡本席要代表所有的 我們如果8月1號沒有辦法正式看到電視的話 我們要跟NCC抗議 另外 我不要您說話了謝謝 你站在旁邊就好 另外 5月6號 行政院給了原民會一個建議一個函 在我手上 拉娃姑姓您知道這個吧 這個函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行政院要你原民會來回答 Channel25頻道你們同不同意 請那個執行長您來說原民會同意嗎 目前我們對於這個交通部即將要指配Channel25這個部分 我們有非常大的疑慮 因為24是中市 26是公共電視 因為現在業界一直有這個零頻干擾的問題 所以在在原民台還沒有進到25之前已經有零頻干擾 那我們更擔心說未來原民台進駐到25之後 這個零頻干擾的問題恐怕會嚴重 我們可能會花很多的這個成本 這個硬體的成本去解決這件事情 好 解任市場你聽到了 如果你不給我們36 我們會有零頻的干擾 零頻的干擾 請你在旁邊我沒有讓我沒有讓你回答 零頻的干擾還要讓我們的政府花錢去解決 如果我們的政府要花錢最起碼要花7000萬 7000萬還不是真正能解決這問題 而是目前為止35 36是最乾淨的Channel 而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說35 36不可以給您 原因是以後要給我們的電信頻道 所以我們什麼叫電信頻道呢 就是財團 講白了就是財團 原民他要一個乾淨的家 難道有那麼困難嗎 所以我建議來我古信 因為今天沒有什麼時間 我建議來我古信 今天你們馬上我們在委員會裡面的質詢的 我們的所有的麻煩你行文回文也給行政院 還有我們在5月16號在我辦公室 我們做的一些會議記錄就在我手上 我們還是要要求36頻道 我們也要開一個正式的公聽會 我們要請業界有公平的懂得專業的人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36頻道可以嗎 好 謝謝 也建議召委今天的那個法案通過了之後 馬上讓恩西欽清楚知道 馬上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個開會裡面也希望他在 6月份要召開這個所謂的評議會 然後7月1號 7月1號一定要送出去否則的話來不及 好嗎 謝謝 你們提那個動議 提動議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請許淑華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中副主委以及周董事長 來 請兩位 委員長 首先我先請問那個周董事長 因為我們在原文會的基金會裡面 我們103年的收入的決算數是2億6千多萬 那包括了主管機關 原民會所編列的預算補助是2億4千多萬 專案補助是200多 智酬收入是800多 以及財務的收入是30萬 那依據呢我們整個原文會的設置條例第6條的規定 那規定我就不講了 那原文會的所有的這個經濟的一個來源 經費的來源大多都是來自於我們政府的一個補助 所以佔了我們現在基金會總額的96.5 那我要請教一下這樣的一個數據 顯示出來的我們整個基金會 都是仰賴政府的一個補助嗎 那未來你要怎麼樣在你的自酬款項 包括在你其他的裁員的開闊當中呢 怎麼樣可以去爭取更多的一些資源來減輕政府的負擔 好 謝謝 的確這個也是我們在努力的地方 我們從103年1月1號開始正式自主進入圓面台之後 我們就一直把新聞跟節目的品質能夠提升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節目的版權 能夠賣到其他的電視頻道上面去 增加我們的自酬的收入 另外我們還有幾個收入 當然我們可以接受一般的民眾的捐款 小兒的捐款 那我們也在努力這個建置我們的這個募款的網站 讓一般大眾能夠支持我們 總統先生我請教一下我們基金會成立多久了 基金會從98年成立到現在 98年到現在那所有 這個是103年的 那之前所有的那個決算數 佔了我們政府補助 比例上每一年是都是在90幾%以上嗎 差不多 因為我們基金會的主要的任務還是 從你成立開始到現在 我們在這個部分一直都沒有做完整的改善嗎 即便你剛剛提了這麼多 可是還是沒有看到 我們這幾年來有明顯的成效嗎 我們自主經營圓面台之前 我們主要的業務都還是在文化藝術的補助上面 那經營圓面台之後 因為電視的經營我們還有 就是組織的調整 我們還有很大的這個努力的空間 在新聞跟節目的直播上面 好我想這個就是也提供給你們參考 這幾年當中 你們的數字一直在政府的補助都是維持在90幾% 可見即便你們提了再多的一個改善的計畫 都沒有真正的落實嘛 希望你們能夠好好的來去做一個檢討好不好 好那我現在 謝謝我先請教那個 再請教那個中副主委 你曉得我們在南投縣有兩個原住民鄉 一個是仁愛鄉 跟信義鄉 那現在呢我們整個自來水的普及率還不是那麼的普遍 我們在全國南投縣是排倒數第二 後面兩位可以請回座沒關係 那但是呢在我們的這個信義鄉 它是才佔了普及率才是17.64 仁愛鄉是更低的 那我要請教就是在原住民鄉 通常我們都是比較在比較山區的地方 那在整個自來水它的考量當中呢 都是因為我們的這個成本過高 人數偏少 所以在整個的這個申請計畫的過程當中 都是不給予補助的 現在幾乎都是用檢疫自來水 又或者是民眾自己他們 用山泉水這樣的來使用 但我們都知道山泉水也好 或者是檢疫自來水 在安全上的這個把關上 並不如我們自來水公司做的安全點 那我想站在我們原民會的立場 怎麼樣來協助我們偏鄉 把我們自來水的普及率提高 雖然這個是自來水公司的一個面向 他們必須去執行的 但我們原民會怎麼樣 是不是也透過相關的補助 能夠來看到在偏鄉地區 竟然自來水的普及率是這麼低 那我上一次的這個會期當中 我也特別跟張山正院長特別提到 為什麼我們講說是普及率 就是我們希望普遍都能夠使用嘛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就應該要從比例非常低的地方 先優先來補助才對 而不是靠著競爭型的計畫 所以我先要請教你 如果說在原民會這邊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或者是其他的資源 能夠來挹注我們在南投縣 這麼偏低的自來水 是 跟委員報告 大概在兩年前 這個業務我們跟經濟部有協調 有關水的問題都回歸到專業的相關單位 所以在經濟部在主管 不過檢疫自來水還是原民會在 有在做這樣的一個規劃跟整理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 因為按照比較普及率是比較低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放在我們年度的重要的工作 我們都把它列為重要的政策來協助 今年有嗎 有列入你們重要的工作嗎 因為這個水的問題是民生的問題 我知道 我們都一直認為這是很重要 那你也補助檢疫自來水嘛 那檢疫自來水它一樣要花費嘛 那何不把我們這樣的一個 這個檢疫自來水的一個補助 怎麼樣來評估來作為 來作為我們 那個委員時間到 今天嚴格遵守 也謝謝委員 我們講說這個部分 好 我知道再請教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接下來我們請莊瑞雄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請我們原住民民主委員會 我們的副主委啊 中副主委 請副主委 還有我們那個陳處長 有電視來也不好 我先來請教那個副主委啊 這個啊 新的總統啊 這兩天就要就任了 新總統也曾經在選舉的時間啊 去跟四位大眾來做過承諾 就是在我們的原住民族日 要來向國人來道歉 八個切沒對嗎 沒對 那在你的想法裡面 你認為啊 我們的新總統 他如果要來向我們全體的原住民族 來正式道歉的話 你希望他來談些什麼 包委 其實在總統的政見裡面有特別提到 他開宗民族就是說 原住民是台灣原來的主人 他當然是原來主人 對啊 所以對這四百年來 你看我也很熟 我是主人 都有那個血統 所以他整個的政見裡面 就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四百年來整個原住民的變遷 還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喔 所受到的歷史爭議 土地爭議 司法爭議 社會爭議跟分配爭議 能夠有一些真相調查 然後瞭解 哪邊是需要做一個道歉跟補償的 我想這個部分是他的一個政見 總統有這樣的一個宣誓是一個好事啦 但是其實最主要啊 還是要逐步的去落實整個的一個自治 那你整個法治的話 其實我看從歷任的總統 那麼多的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都有去做過宣誓 你你認為馬總統難道在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沒有做過這些宣誓嗎 沒有都有啊 但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所以我反而覺得啊 應該是從比較具體的 一步一步去做弱勢 你像譬如說 我們整個原住民族的一些補助 其實也很多啊 從教育到生育什麼什麼 一大堆啦 你各個都有啊 也代表說我們政府其實 尤其是地方政府 大部分都有去做這樣的一個重視 只是那個感受 可能大家覺得 被水車薪啊 你一塊花三千五 我是這個上 我可以補助多少 你像譬如說 現在 國民年金裡面 真正對我們 原住民的一些補助啊 三千五歲 現在幾歲就可以了 五十五 五十五歲吧 所以跟一般人來做比較的話 原住民族這個部分政府 他確實也有去做一個重視 但是啊 我看這一兩年大家都一直在談 今天也有 其他的委員去談到 這個原住民 我們這個電視台啊 原民臺啊 當時一大可以在電視台這樣掛開之後 遙控器掛開之後我就看得到 副作 你覺得呢 偉的問題是 我的問題你這樣問不 大家都看得到你的電視台這樣問不 不然你是要我對著很會說 當初 當初設的部分都要有那個小耳朵 也花了不少經費做小耳朵的裝置 做衛星的這種連結 其實啊 很多人提到的是觀光飯店 很多 讓外國人來 或者說 大家出門再旅遊 在比較公共場所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們的原民臺 這個其實我也認為有必要 這個 不管是對原住民族他本身 心裡頭那種地位的一個提升 或者說 我們政府 常常去做 口頭上的一個宣誓 口惠食不治啊 它其實是有它重大的一個意義 但是 我相信啊 這個很快會實現 但重點是 你內容要播什麼 這也很重要呢 你說把每一個 有些人電視台一打開 你說讓他閉宅 那閉宅完以後 要定屏要放在哪裡 你有想到嗎 這個部分啊 我反而覺得 應該啊 有這個機會啊 輔助我 你看看 你應該會繼續老嘛 對不對 應該會繼續老 都要打招 這些啊 聽你們講那麼久 沒有做 我看這個不是本來 NCC人不是也有答應了嗎 行政院如果核定的話 就趕快找手去做啦 結果好像你們也沒有做啊 是不是 不是剩下幾天之後 大家知道要交接 變成大家 業務上全部大家都擺爛 這也不好啊 跟委員不好 都有在協調 都有在協調 對 另外啊 本市有一個 三十秒 你那個整個 原住民的博物館 這算國家級的啊 是是 你當中變二十幾圓 你那個地點要放在什麼地方 103年10月有委託專家學者做評估啦 要放哪裡 簡單跟他說 主席站起來 目前是暫時評估是在新北市的三陰新生地 那為什麼要放去啊 不過我這個部分 整個作業多上 我給你建議啦 人像這個 剛才我們屏東映春 一年要一千萬啦 你要放映春 扣路一下 我尊重委員 我也是屏東人 真的齁 考慮一下啦 那個整個 一個博物館一放在新北市 幾個人要去 高雄也不錯 高雄你什麼 連主席都在說啦 高雄在屏東 是有更高峰一層 你們高雄比我們比較少 我們原住民族比較多嘛 對不對 對 是 那個放在屏東 那麼多人去看 然後欣賞一下 過去整個原住民族的一個文化 可以展現 又可以到那邊去體會一下 真的是不錯 所以屏東要是比他們高雄更好 或者要慎重我們考慮一下 尊重委員的建議 好 謝謝 告訴他一分鐘 來 來 鄭天才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中副主委 還有周董事長 謝謝 謝謝 委員好 委員好 從今天的一個法案 再會再度的提出來 事實上 我們更要努力啦 因為我們相關的這些 本來是可以透過法律的解釋 或者是 今天我提的第四條的再修正 本來也可以透過 無線電視公股處理條例 本來就是可以 這個 委託給這個公事 來 製播嘛 那製播也可以分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 在跟相關的部會 在溝通協調的時候 甚至我們的公文 怎麼樣能夠 更 更為 能夠 周延 這個是 從今天的案子 要再次提出來 給我們一個 一個 很好的一個教訓 我們先談這個 因為 這個 嚴明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 因為上次我們修正的時候 特別 特別規定 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所吸用之電播頻率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規劃分配之 這樣的條文 所以才會有現在 這個 交通部 特別 就 36 無線廣播電視頻道 36的部分 能夠來指配 但是 相關的 機關 相關的 單位 有意見 所以造成現在這個五文 五文現在是行政院 我先請 老古信 你說明一下 讓我們的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36跟25到底有什麼樣的多大差別 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 剛剛 跟委員說明一下 主要是這個 數位無線 36 Channel 它旁邊 35是沒有 現在是 它是一個空的頻率 旁邊34是華視 所以呢 我們等於是離 其他電視台還有一個空間 所以在36的話 就是業界的說法 都是認為它是一個比較乾淨的頻譜 比較不會有零頻干擾的問題 但是如果現在行政院交通部這邊 要指配25給圓民臺的話 因為24是中市 26是公市 那現在24跟26存在的問題 是已經有零頻干擾的問題了 那如果再把25給圓民臺的話 這個零頻干擾的問題恐怕會更嚴重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 如果給我們25的話 恐怕我們會花更多的 硬體的設備 在處理這個零頻干擾的問題 好 所以交通部原來是36是不是 好 中副主委 這個部分 嚴明會要堅持 交通部作為一個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它已經規劃是36 它已經考量到剛才勞股信 所提的這些問題 所以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有意見 現在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現在是行政院 是不是請你們表示意見 好 這個部分因為剛剛 老大股信有這樣提 我想我們也會朝這個方向努力 來去做協調 希望能夠爭取到 你們要正式行文 正式行文給行政院 第一個 交通部原來規劃的就是36 第二個 我們很多原住民的委員 高經委員 高經委員 講多名委員 包括本席 還有其他的委員 都有在交通委員會 或是在內政委員會 都有提到 要以36 要以36 包括這個 也有相關的一些會議紀錄 包括今天也會有一些提案 你們就可以以這個 作為理由 行文給行政院 清清楚楚的 把 原民會 原住民族 的意見 表達出來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 謝謝委員這樣一個支持 這個部分 這個是 不要到說會 我們的同胞 本來啊 我們的這些說訊 本來就不是很好啊 如果又在25 又受到很大的一個干擾的話 這個部分 這個未來會 嚴重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 請原民會 務必要趕快的行文 而且能夠善盡 溝通協調的一個責任 那今天 這個 原民基金會設置條例的修正 也拜託我們 各位委員 能夠給支持 謝謝 謝謝委員 因為不要再放到後面 放到後面可能就很危險 對 接下來我們請陳其邁委員 委員你沒辦法發言齁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 我請教一下這個 周董事長 林董事長 副主委要不要 這個基金會的周董事長嗎 副主委不用齁 不用不用 委員長 等一下我時間先 我程序發言一下 主席啊 我從高雄這樣坐高鐵上 你讓我只講五分鐘 然後講完又要趕回去跑行程 這個實在是 要發 這個實在周初 只有我們幾位委員 都這樣 千里條還有從原民相來的 但是後來是五分鐘 那等一下主條 要讓我們多講一點 好 謝謝 這個周董事長你好 你好 這個蔡主席的競選的政見 那特別提到說 要維護原住民傳播媒體禁用權 那原住民主納入無限數位避載頻道 那所謂的避載啦 就是他在有線電視系統上 這個 基於公共利益 或者是像法令的規定裡頭 我就特別提到說原民坦就要避載 是 對不對 所以在現行的法律 你們也有 這個 發送這個衛星的一個訊號 所以 也可以把訊號落在 這個 這個 所謂的有線電視的一個用戶 所以他現在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在說 那怎麼樣 讓這些除了有線電視系統的用戶之外 那這些其他的原住民的朋友 他可以收到這個相關的電視的無線台的一個內容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會牽涉到說 好 那我們現在在原民會的相關的這個規劃裡頭 第一個 現在 無線數位台 包括說 其他的這個 電視台的一個節目的一個內容 還有你們本身製作的一個內容 假如未來 你們要在 這個 包括說無線數位的36的這個頻道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頻道 取得6Mb的頻寬 那 一個節目大概是2Mb 所以你們必須 取得6Mb大概可以製作三個 這個原住民的一個電視台 那你在 我們相關的一個計畫 或者是說 整個一個規劃裡頭 你們要表達說 那到底這個要需要多少錢 好 那你們現在的 到底多少 那這個預算的規模 大概總體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大概要多少錢 那我們 立法院才知道說 這個長期 中期短期的一個規劃到底是什麼 好嗎 或者你看過去的這個小耳朵 當然它有它階段性的一個任務 但是這些小耳朵 你在海邊 或者是在山上 這些堆積如山的這些小耳朵 其實現在的 現在的 這一個 很多不堪使用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浪費的這個狀況 這個是其實非常嚴重啊 所以你要告訴我們委員會說 好那你們的長期計畫到底是什麼嘛 我們不希望說看到 過去圓民會 或者是我們這個基金會所提到的計畫都是 零零碎碎片片斷斷啊 所以你才會有剛剛 這個李俊英委員所提到的啊 對不對 你到底做了什麼 那你到底努力了什麼 你的規劃到底是什麼 那這樣我們國會才能夠 幫助原住民在整個 媒體的這個禁用權裡頭 我們可以幫你爭取啊 我們在預算的規劃上 我們也可以 這個幫原民會來爭取 或基金會來爭取啊 不是這樣嗎 是 好 謝謝委員 那我們現在已經委託了那個專家學者 幫我們 呃 規劃了一個數位頻道經營的一個計畫 預計今年的十月份會出來 就會比較有完整的 這個對未來經營無限數位頻道 以及相關的規劃 好 那我請教啦 現在公司啊 它有兩個 現在的一個B仔嘛 對不對 它有線電視B仔有兩個嘛 一個是它基本的 我們一般在十幾台附近看到的 13台 另外一個HD的100多台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假如說 這個 你們納入這個公司的一個脫波 那你們 你們未來是 還是在你們現在的13 13的一個頻道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們只脫波訊號 有線電視系統 這個不管 這個說明一下好不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收看原明台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透過有線電視 但是我們的收視戶必須要每個月付550塊錢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中華電信 MOD我們在第四台 SHD播出 還有一個就是衛星 但是因為衛星就是有這個 舊的載播要下掉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透過公共電視的頻率 去幫我們播原住民的節目的內容 那這個是免費 所以呢 對我們現在就是 那我請教一下假如 你現在這個中 中心2號衛星 1號在10月就結束嘛 那你們要租中心2號嘛 你們一年 這個原明台租用這個衛星的這個費用大概多少錢 還是政府統一去處理 中心1號 中心2號的這個上鏈的費用是編在原明會 一年大概是7000萬左右 7000萬啊 對7000萬左右 所以你們假如說請公司脫波的話 走這個數位無線的這個頻道的話 的訊號的話 你這個衛星費用是不是可以省下來 衛星費用還是必須的 因為有一些 因為要用小耳朵看 對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偏鄉的家戶 因為他的這個 所在的位置比較是在山谷 或者是在高山 這個地面波到不了的地方 還是必須要透過中心2號的訊號 才看得到原明台 所以簡單講 未來的這個訊號它來源有三個嘛 一個是數位無線一個嘛 對不對 一個是衛星一個嘛 對不對 有線電視還是一個嘛 中華電線MOD 好 那我建議 你把這個相關的有關這個 包括說在未來要 原明會啦 原明台未來要往 這個所謂的這個數位無線電視台的 這個整個規劃 這個是不是 你們現在有具體的計畫嗎 我們現在有個初步的計畫 那我們的這個 營運計畫書的架構已經完成了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要進行內容的撰寫 這個報導哪裡 這個都還在我們基金會裡面運作嗎 還是已經到我們原明會 我們初步的這個計畫 是已經在原明會 但是我們還是要更完整的計畫 那是不是可以送一份到我們委員會來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委員 對不起 那接下來我們請 許永明委員 許永明委員 許永明委員不在 請簡東名委員 簡東名委員 簡東名委員 簡東名委員不在 請古拉斯委員 謝謝 主席 也是程序發言 表達一下立場 我先說我完全支持 今天委員的提案 但是 因為我真的很關心 原明台可不可以 前面又有我們的委員沒有發言 那本黨的委員又有一些沒有發言 可不可以一樣給我8加2的時間 抱歉委員 因為我們今天下午還有一個到那個 屏東的太武鄉是不是 的考察 對對對 路程非常的遠 我了解 因為今天這個案子 不把它處理掉的話 那可能到8月1號 是8月1號嗎 所以今天有可能在趕時間 對對對 我知道我們會支持 但是多給我3分鐘就好了好不好 不行嗎 因為你要3分鐘 大家都要3分鐘 我都讓你先講了好不好 麻煩你 好啦 那稍後再一點點時間就好 好 謝謝 你5分鐘還是一樣5分鐘 謝謝 首先請問副主委 各位喔 各位好 副座請問喔 你有看圓明台嗎 有 你覺得好看嗎 嗯 嗯 好不好看 圓明台是一個很好的頻道 而且他的節目 其實我覺得 很多節目都還滿不錯的 我可不可以請問在座我們所有的同事喔 你們要老實講喔 有看過圓明台的可不可以舉手 好 覺得很好看的請舉手 有人有一點猶豫 好 我們今天來這邊是很認真的修法 要修這個基金會政治條例第四條 目的是要讓圓明台可以數位無線電視頻道化 要讓很多人不只可以透過有線電視看圓明台 也可以透過數位電視來看圓明台 讓更多人看見我們的電視台 讓我們的觀點被聽見 那這個我們很支持 因為蔡英文準總統的政見也是如此 那我剛剛問這個問題 就是要跟副作討論 其實好不好看是很主觀的 那很難在這裡討論的 那可能你喜歡看的節目我覺得很普通 那有可能我認為一級棒的節目 你覺得是垃圾根本也不想看 有可能說這個主播很多人喜歡 但圓明台的主播覺得他播得好爛 趕快把它換掉 那這個都是主觀的 那這種主觀呢也成為圓文會現在 經營的團隊管理他的原則 是沒有道理的 只有主管喜不喜歡 例如你們的執行長有親口告訴我 換主播是沒有理由的 有時候老闆換了 老闆喜不喜歡某一個主播 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其他商業電視台都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們基本的態度就是 也不珍惜辛苦培養出來的 原住民族的媒體人 你們要把圓明台的管理一般化 各部門的主管都要讓漢人來管 如果說你們圓明台容許的管理風格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 我今天暫時不討論這個部分 但是我想回歸客觀 跟你討論客觀的條件 跟現況 首先我要請問你 你知道圓明台一年花多少錢 行銷嗎 行銷 行銷喔 圓明台自從103年 遭受國民黨立委政治的壓力 在還沒有準備好之下 趕快交給圓文會來經營 由圓文會獨立經營後的圓明台 我問你 獨立經營後跟獨立經營前的圓明台 有什麼不一樣 它有更好嗎 我們希望就是獨立後 更有它的自主性跟獨特性 我給你看客觀的資料 我仔細閱讀你們每一本 成果報告跟收視狀況調查 結果發現八年來 圓明台觀眾的收視滿意度 每況愈下 藍色這一條路 這一條線是圓文會經營圓明台 收視滿意度 給我一下收視滿意度 有沒有 第一個 主席對不起喔 我找一下檔案 你剛剛的是上一頁 好 收視滿意度的調查 那我們要看到的是 收視滿意度越來越差 有沒有看到 收視滿意度 民國103年 這一個是圓文會經營的這一年 那我們希望這個 我們很多人都可以要看 這個圓明台 那你看到這個情況 你覺得你有什麼評論 副作 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好我們再來看 我們希望我們 唯一的一個原住民電視台 要做得比漢人的頻道更好 我們看 過去十年得到台灣新聞獎大獎 卓越新聞獎得獎的數是逐年下滑的 你們自己看 藍色這一條線 是民國103年 圓文會接手之後 一個獎都沒有入圍 一個獎都沒有得到的 我要強調 圓明台存在的目的 不是為得獎而存在的喔 不是為得獎而存在 可是我們一直追求這個獎 是因為我們要讓 漢人的電視台看到 我們原住民辦得到 我們用你們認為客觀的標準 選出來的好的新聞 我們是辦得到的 我們比你更好 但是圓文會接手之後 又激進羞辱的方式 聘任之前的主管 然後把資深得獎奉獻過的主管 全部換掉或冷凍 你們認為很會做新聞 很會做節目的主管請來了 結果三年得到什麼 我們再看下一個 金鐘獎 藍色這一條線 是圓文會接手的這一年 你們看金鐘獎得獎的數量 我們得到了什麼 請問董事長 為什麼你帶領的管理團隊辦不到 過去的台長辦得到 為什麼你帶領的管理團隊 加上執行長加上台長三個人辦不到 但以前辦得到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得獎不是我們電視台經營的主要的目標 這當然不是啊 可是這是不是我們行銷電視台最好的管道 讓其他的人可以看見圓明台 這不花錢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見圓明台 委員你的時間已經到了 好 最後30秒 好 30秒 可是我想聽這個董事長的回應 這當然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剛剛已經講了 對 我們當然有努力的空間 這兩年我們的確因為剛剛開始 三年努力的空間在哪裡啊 三年你們拿了十幾萬的納稅人的錢 你們做了什麼 我們看到一條一條藍線的後面 這個績效不斷的每況愈下 這是我們要的圓文會 這是我們要的圓明台嗎 我們請他去檢討 30秒到了 謝謝 好 謝謝 對不起 來 接下來我們請姚文志 不是 蕭美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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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美請委員不在 我們請姚文志委員 quantum Mike 主席我想請 這個 周董事長 還有 中副主委 好 請周董事長 然後中副主委 兩位好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原住民族的各樣的議題 也希望透過原民會還有原文基金會 不斷的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麼再跟商業的或更主流的文化來較勁 那有些今天我們討論的基本上都可以支持 不管是在現階段無限數位頻道 怎麼樣讓原住民的收視能夠不受到阻礙 讓更多人可以看 我想這都是基本該做的 但有幾個提醒 這個副主委 是 我問你一下 這個今天報紙大家看到未來的課綱 未來的課綱的問題 你覺得跟你有沒有關係 應該還是有 因為將來也有一些原住民的議題會在裡面 會在裡面 那課綱裡面有訂原住民的參與的代表 或者比例嗎 有沒有 這個我就 或者是教育部在通過這個部分的時候有請你們參與嗎 是不是我請教文處處長來幫忙說明一下會比較清楚 沒關係你們有誰可以打 我想有關課綱的修訂的部分其實教育部是沒有邀請原明回來參加的 教育部在這個討論裡面沒有 那你們有自己主動去爭取嗎 其實我們是有推動推薦原住民的學業專家進入到課綱的修訂的小組 在課綱就是之前課綱在做修訂的時候 之前 也就是還沒有釀成軒然大波在這次討論 那這討論的過程你有關注嗎 有 那有關注但是沒有請你們派代表 那未來 它裡面還有官方代表會有你們嗎 目前是沒有 好啦你請回 其實主委 副主委我想 今天是5月18號了 這個 我想在座還是有很多原明會的同仁 那未來會繼續在這個政府裡面工作 像這樣的事情 像這樣的事情 當然 當然你們要注意啊 你們要主動啊 都已經派到學生 學生都當代表了 那原住民的問題呢 誰注意 像上次 我現在陳其邁 委員質詢 民傳 民傳廳嘛對不對 民傳廳 臺北市政府有審保真廳啊 你們有沒有舉一反三有的東西去處理啊 對原住民在臺灣發展上的主體文化論述 你們怎麼樣能夠撥亂反正 都是你們的責任啊 副主委 我是覺得藉這個機會 提醒一下 那個你請回啦 那個 來我看 拉花鼓信也站出來了 謝謝 順便 順便談一下 好 來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叫做 原明台十年的收視窘途啊 有沒有這個文章 沒有發表 只有看到題目 沒有拜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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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人沒有發表 在你旁邊啊 呵呵呵 回顧一下 剛剛 這Glass的質詢 覺得 你覺得說這麼 就剛剛 這個從 呃 一百 謝謝 剛剛是哪一年啊 103年 103年之後 沒有得獎 其實沒有得獎不重要啦 但是收視有沒有增加 收視有沒有增加 我們收視有增加 而且我們收視的管道 其實比以前更多元 包括網路上面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 看電視的人口下降了 網路上面收視的人口增加 但這網路上收視人口增加 這個 是你們努力去推的嗎 是 這可能是整個 整個傳播的途徑 還有這個方式改變嘛 嗯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啦 其實我常常 我常常 包括像圓明台或客家台 我常常 欸你們有沒有推出一個 大家筷制人口 真的一部戲 就像 就像我們高晉委員在這裡啊 當年 當年他演喜宴 欸大家 筷制人口啊 對啊你們圓明台有沒有找他 找他有時候 他應該可以不收這個演出費啊 雖然他很貴啊 但是他應該可以協助你們啊 拜託他找李安也可以啊 黃昭順委員也可以嘎一腳啊 我的意思是說有沒有幾年下來啦 幾年下來收視率是一個考慮 得獎是一個考慮 如何去現在新的傳播新模式 你們去拓展是一個考慮 收視戶的權益 你們從這個過去 過去這個 這個DVBS或者是 或者是小耳朵收視或怎麼樣去保障 我覺得都是 基本的 但是 但是我覺得在這裡質詢第五年了 謝謝 代表原住民的文化 的年度大戲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題材 真的沒有 是 你回顧有沒有 我給他一個機會打壓 你覺得有沒有 謝謝委員 那因為預算的關係 其實我們都沒有在戲劇上面做比較多的製作 但是從明年開始我們節目部這裡已經開始在規劃 那些急根本不是問題啦 到時候再請姚委員去當導演免費啦 你的預算其實錯錯有餘啦 我告訴你 謝謝姚委員 我們會努力 我們請下一位黃交順委員 主席我想請副主委跟董事長 我自己我先跟委員會道歉啦 因為好多委員都抗議時間 所以我自己處分 我自己講三分鐘就好了 那我想基礎上來講 我本席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法案在非常的急迫 但是 緣民會跟董事長 都沒有提醒我們委員會要趕快做 那我剛才算了一下時間 如果我們今天順利通過 下個禮拜還有一個程序委員會 一直到下個禮拜五的話 那麼我們下個禮拜五開始 又是行政院的院長要開始來這邊做報告 所以顯然時間上有一定程度的壓縮 那所以我不知道你們兩位 我們你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今天通過以後 我們怎麼樣跟NCC那邊在協調 可不可以有把握在這個禮拜五的下午 能夠順利在院會 我三分鐘就好 要不然我會被委員抗議 你沒有想到要怎麼樣去做這個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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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通過以後 因為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喔 對 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NCC他們是委員制 所以呢 我們上次有請高經委員幫我們開一個這個協調會 上次NCC大概有就是同意說 他們在六月初會提委員會 那程序走完大概就是 六月初顯然就是來不及嘛 因為六月初我們立法院的院會 大概就是進入總執行的時間嘛 所以顯然這個時間你會來不及 除了我們剛剛算了一下時間 大概是五月就是這個禮拜五 所以今天是禮拜三嘛 明天是禮拜四嘛 你們能不能夠在這個時間點 趕快去協調 否則的話 我怎麼算你們的時間都來不及啊 你們沒有要不要緊 我們店家這樣沒人到要試 這個很奇怪耶 這個非常的奇怪耶 就希望NCC可以快馬加幣 喔 不是希望NCC 是你主委 副主委 你能不能今天我們這邊通過了以後 請NCC明天開會嘛 然後禮拜五 我想如果這個不趕快處理的話 你們顯然是來不及的嘛 因為有NCC的同仁在 他們委員會是兩個禮拜開一次 那也可以緊急事情就要緊急處理啊 我本席已經在這裡提醒你們啊 因為五月三十一號開始 就是我們立法院的總質詢啊 那你顯然就是會來不及嘛 那你來不及的狀況下 你就什麼都不用談啊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趕 每一個委員限制五分鐘 我覺得也對不起大家耶 所以本席記體跟你說 這邊有幾個提案 那高金素媒啦 鄭天才委員 大家都 把提案都拿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要再壓縮時間 如果沒有把這個時間再做壓縮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禮拜五 如果再經過透過朝野協商 來處理的話 就顯然會來不及 所以本來我今天是已經不想花言 那花言要做紀錄 就是讓你們可以好做事 能夠趕快請NCC 等一下下午就去跟NCC協商 看怎麼樣能夠加緊腳步 最好明天就能夠開會 否則的話就來不及 以上謝謝 好謝謝 謝謝王委員 那我們請下一位 因為你說三分鐘我就三分鐘快站起來 我們請讓您來主持 你把他學好 你把他學好 你來改一下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游美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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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請周春米委員 周青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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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請吳其名委員 主席 我請我們原住民我們的中副主委 請 副主委 中副主委 你好 我請問 我們的原住民我們的博物館 博物館 我們的中央和合佈 也變的預算 我請問我們的所在選定好嗎 目前預先評估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陰新生地 確定嗎 目前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 桃園市還有花蓮縣都有意也要爭取 所以目前整個行政院針對中和性的計畫 已經先停下來等520以後再重新評估 好 本時了解 在我們的新北市和桃園 我們原住民所佔的比例 將近12萬 也佔了差不多五分之一 所以在我們的新北市 尤其在我們你剛才說的 我們的新生地 這一塊土地是非常的恰當 又能結合我們的英哥陶瓷館 包括我們的英哥老街 我們的三峽老街 他們都是很大的三千 包括我們的客家事務局 也在那邊 所以說整個園區文化 大家都能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地點 是非常的適合 我們原住民未來的博物館 設立在那裡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我們的原委會 能夠堅持在我們的山林部落 尤其那是人口原住民密集最高 尤其是人口密集的 非常的高 所以說實境好的博物館 一定要說在未來 要不要帶動這個人潮 以及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商圈 這不說未來 你設的太偏遠的地方 會造成什麼 造成文資館 所以說在副主委 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的原住民委員會 一定要堅持 謝謝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在我們評估 它的地 目前算是比較優勢 所以先暫定在那個地區 因為我們未來 在那個地方的未來 我們的山林捷運 捷運線也都會連接 在這個英哥 同的三峽 所以說未來在這條路線 我們未來的便利性 可以說非常好 而且尤其是在我們的捷運 相信我們原住民 我們也要來做一個 我們的原住民意向 車站 最多人結合這些原住民的文化 這可以說是 才會符合 我們未來 我們的博物館 我們的啟用 才有辦法說 大家這個人潮 是 所以說 在這個部分 我們原住民 絕對一定要堅持 在我們的山林部落 謝謝委員的支持 謝謝 這是 可以讓我們的原住民 在未來 他的就業也好 未來 可以說 帶動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讓我們整個社會 大家勉強了解 這是本社的要求 在這裡感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林靜縣委員 林靜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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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好 那我們那個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 除不在場外 其實都已經發言完畢 行達結束 委員周青 周春敏 陳怡姐 趙天玲 所提書面執行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大會 另與書面答覆 本日會議委員 所提執行 未及答覆部分 亦令請 與書面 答覆 現在進行法案處理 請宣讀 裁斷法人 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 設置條例 第四條及第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之條文 及修正動議 請宣讀 簽讀 簽讀 後就進行協商處理 財團法人 援助民族 文化事業 基金會 設置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 政天才等 十八人提案 第四條第三項 其中第四條第二項後 增列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等至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陳寅等十八人提案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由行政院依公開申選程序提名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提交審查委員會以公開程序全程連續錄音錄影經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同意後送請行政院長聘請審查委員會以公開程序全程連續錄音錄影經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同意後 並任之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宣讀完畢 好 那現在我們進入協商 也沒辦法 只能選舉報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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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GLASS的意見 但是那個文字 文字我現在請 秘書處來處理 就是兩個案子 把它併在一起 我這樣講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提名 只有提名 未必會通過 按照現在條文GLASS的意見 就是文字的話 提名 行政一定要提名勞工董事 但是不一定會通過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改在這個 改在陳寅委員的那個第九條 這個是第幾項 1 2 3 4 5 第五項 第五項 前兩項之董事監察人 原住民族代表 各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並 就後面再加一些字 並因有勞工代表一名 擔任董事 這樣的話它一定 就是審查會 立法院審查會 一定要通過 這個 一定要有勞工的 就這樣就不會漏空 就是你要來的本意 就不會漏空 好好 因為本來是想說 第四項的時候 我們的修正動議 是有提到啦 董事只選任 除顧及原住民族代表性 因考量 教育 藝文 傳播民族 及專業性 及勞工代表 本來有寫在第四項 本來 沒關係我想這樣子 那邊只是顧及而已 好 OK OK 應該就把勞工那個補在 正天才委員的後面 那個中天才委員 這樣子好不好 我那個各位委員 我們請那個議事處 整理文字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現在整理文字啦 好我們休息文中讓 我們先休息文中讓他們整理文字 全部都看一次 我們再來處理 謝謝 好 我們有免責的 不就沒辦法 那是 勞工代表 對 才對 含著 我們在討論 用 咳 如果拚勞工 勞工代表 是原住都代表 即刻的 原住民族 應該 有 應該 對 神經典 對 這樣子 勞工代表 那他的那個第二項就不要了 就加到這一項了 然後最後一項就改成這個 這個就不要了 這一項就不要了 然後這個地方改第一項 然後 八九百萬 等一下 主席 我講一下 因為應該要用勞工 因為我們的執行長董事長這個管理階層他不是勞工 他沒有保勞保 我印象中 所以應該不能用員工 他們都是員工 但是只有勞工 組成工會 所以這個字眼應該要用勞工 對吧 主管是員工 但不是勞工 應由本基金會工會自主決定 齊選任或罷免 沒有沒有 你聽我講 齊選任或罷免之程 不是不是 自主決定 由行政院提名 齊選任或罷免之程 去由主管機關 或者說 好 等一下再講 或者說公 不是不是 我們現在要講委員 你們不同意 你們在跟委員講 好 實際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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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高經委員 高經委員 你可能要跟那個ACC講 就下午晚上開也沒關係 你不開會來不及 這個請結 我們有一個ACC 這個副主委講一下 今天的那個決議 招委要求他們 我們今天條例通過了之後 要他們馬上開會 對啊 因為你們這些 我們算一下的意思 我們算了這個 我們已經改了 對就是說審查這個 這個審查這個 審議破扣 立即召開會議 我們改了 這個才在 好 謝謝趙文的提醒 對啊 要不然你就來不及 這個馬上傳給 欣欣欣欣 對 我們立即公會 好 來 公會 公會 公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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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各位委員 麻煩你們也看一下 互代決議的內容 好不好 我們馬上就處理 互代決議 好 四個互代決議 先讀了嗎 還沒有還沒有 那 好再 可以先讀了嗎 可以先讀 好 那個請來先讀一下 互代決議的內容 好不好 附帶決議第一案 105年度8月1日順利開播 保障原鄉收事戶權利 就是那個要賤請他們說 對 賤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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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配置政策規劃方案草案 原規劃將無線廣播電視頻段 CH36指配與原住民族電視台使用 未料行政院105年4月28日 卻以未來電信事業可能使用該頻段為由 靜置改止配CH25與原住民族電視台使用 為25頻道目前受24頻道使用者中國電視公司零頻干擾嚴重 所以歷次交通部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配置政策規劃方案草案 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劃之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視照規劃草案 均未將25頻道納入釋出規劃 現卻將25頻道指配與原住民族電視台使用 將導致原住民族電視台日後節目新聞將受到嚴重的臨頻干擾 為避免原住民族電視台日後建置轉播暫時需耗費巨額建置與維護經費預算 並確保原住民族電視台之訊號品質及維護樂聽大眾之收視權益 原應指配較少干擾疑慮之頻段36 供原住民族電視台播送無線電視使用 委員鄭天才等六人臨時提案 那個 這個不是一樣嗎 還在念嗎 宣讀完 這個我建議這樣 完了嗎 還有一樣 委員高金素媒等六人 建請決議針對原住民族電視台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指配案 在臨頻干擾等技術性問題未解決前 建議行政院應優先指配36頻道數位頻率與原民台 以維護媒體禁用權益落實普及服務 宣讀完畢 好 那各位委員 等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案子來好不好 第一案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個現在是處理哪一個案 第一案 互代決議第一案 這個我詢問一下好不好 好 他是到底是哪一個訊號要終止 是二號還是一號 啊後續都沒有處理嗎 就是說訊號終止後就沒有 在租用其他衛星頻道嗎 衛星訊號嗎 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中興一號其實早就已經除役了 所以中興一號的訊號現在並載到中興二號 所以中興二號上面有兩個訊號 一個是DVBS 一個是DVBS2 所以是DVBS在10月8號也要除役 所以我們未來 那個小多就沒有用了 沒有我們未來還是要仰賴DVBS2 因為原鄉有一些比較在高山山果地方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衛星訊號 我用小耳朵的用戶啦 不會發生說 這個衛星訊號就斷了 小耳朵收不到嘛 不會嘛 不會不會就是就是就是舊的 因為現在舊的 靠DVBS去收視圓明台的 偏向的族人朋友 圓明會這邊最新數據大概9000戶 沒問題啦 我只是確認說沒有問題就好了 謝謝 那 好對 那第二沒有意見齁 就修正通過齁 然後再來就第二案 來 第二案我建立一下好不好 好 唸完了嗎 唸完了都唸完了 那個 這個最後一句啦齁 因為 這個平埔的分配齁 這個是NCC要報行政院核定啦 對 所以他 那 在審議的過程還是NCC嘛 對 那NCC其實是 我們隔壁交通委員會的 這個權責啦 所以我還是 建議我們是不是這樣 齁在最後一句 建請行政院應指配較少干擾之什麼 好 那我們 第三案可能不太上 對啊 第三號也是一樣啊 我也是在 建請行政院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就建議案啦 好 可以 那第三案有沒有意見 一樣併在一起 第三案跟第二案併在一起好不好 好 然後第四案有沒有意見 就是要叫他儘快 一樣的啦 好 那再來就剛才的第九條的文字做的修改了嘛 大家拿到了沒有 還沒來 要不要念一下 印給大家 印給每一個同仁 對 那個第九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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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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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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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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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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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